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我给大家讲解了Tapscript之中的类和继承相关的内容 这节课呢我来给大家讲解Tapscript里面 类的属性和方法对应的访问类型 那什么叫做访问类型呢 大家肯定听说过这三个关键词 private,protective和public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解 这三个访问类型它分别代表什么 首先我来定一个类型 class叫做person 然后在这里我写了一个name 冒号stream OK 然后我写一个方法 或者我直接去调用一下这个类里面的name 去给它复制然后输出 怎么做呀 我在这里const小person 等于另外一个 大的person 然后我的person.name等于del 再去console.log一下 person.name OK 保存一下 然后打开我们的内面方工具 在这里面我们运行ts-node 然后跟着demo.ts回车 好 它会打出del没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我可以对类里面的name属性进行复制和输出 这是因为如果你不在name前面写一个访问类型的话 默认的这个类型属性或者方法 比如说你在这就定了一个方法 say hi 一样的 console.log hi 我们再来试一下 say hi 然后控制台里面 清理一下 再去运行ts-node demo.ts 它会输出del和hi 好 也就是在一个类里面 如果一个属性或者一个方法 你直接这么写 那默认它前面实际上是隐藏了public这个绑问类型的 好 public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仔细来听 public允许我在类的内外被调用 好 现在name是public的 它呢 允许我在类内去被调用 也允许我在类外被调用 那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在类内调用 什么叫在类外调用 比如say hi里面 我去调用this.2 name 报不报错呢 不报错 那say hi 这个方法是不是在类这个内部呢 怎么去看一个类的内部啊 这一块叫做一个类的内部 那say hi 属于这个person类的内部 它去调this.name 没问题 所以name 这个属性 它是public 它就允许在类内被调用 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那在类外也允许被调用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了 我把这个往下一点 在person之外 这块内容是不是就属于这个person类的外部啊 那在这个person类的外部 我尝试建了一个person的实例 然后在外部直接去调用person.name 能不能去调用呢 你发现负值和取值都可以 所以允许在类外被调用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private 如果我把这个public 变成了private 好 private 允许在类内被使用 那如果private定义了一个name的话 那我们看在这个类内 say hi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去调this.name 报不报错 不报错 因为private对应的属性 或者方法 那允许我在类内直接使用 但是在类外呢 大家看 我在类外尝试去使用person.name的时候 这个属性的时候 能不能去使用啊 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private对应的属性 只允许我在类的这个内部去使用 这是private它的一个作用 还有一个 介于public和private之间 叫做protective 允许 在类内 即继承的子类中使用 那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把这个name变成protected 好 它现在依然外部会报错 内部不会报错 因为它允许在类内使用 但是它不允许在类外使用 对吧 所以外部会报错 内部不报错 那什么叫做在继承的子类中使用呢 我们这样去写 class teacher extends person OK 然后呢 我在这里 定一个public say by 这样的方法 好 teacher是person的子类 对不对 大家看 teacher是person的子类 person是负类 teacher是子类 因为teacher继承了person 所以 大家想啊 孩子继承 父亲的遗产 对吧 所以teacher继承了person 那person是父亲 而teacher呢 是子类 子类呢 可以使用父类 protected的对应的属性 比如在子类里面 我去用this.name 可不可以用呢 是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 protected对应的属性 允许在类内 即继承的子类中使用 teacher继承了person 所以在teacher中 去使用person里面的this.name 也是没问题的 假设这个时候 我把protected改成private 大家想 报不报错 报错 为什么呀 因为private 它相对于protected的区别就是 private对应的属性或者方法 只允许我在这个类内去使用 它的子类 我并没有允许它去使用 OK 讲到这儿呢 其实大家就应该能够理解 什么叫做类的内部 什么叫做类的外部 同时也能理解了 什么叫做private 什么叫protected 和什么叫做public 那之前呢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 学php的时候 去理解这个private protected和public呢 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那其实现在 通过这种方式去记忆 大家其实记起来非常的快 我private 只能在类内去用 那类内指的是 在这里的代码 我比如说 我再写一个什么 不管是protected 还是什么语法都可以啊 比如说private 写一个 就是c abc 这样一个方法 大家说在这里 能不能调 this.sayhi 很显然是可以的 因为sayhi 是public 在类的内部 可以被调用 那private 一样也可以调用 this.name 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再去看啊 那如果在teacher里面 我尝试去调 这个 比如说这里啊 写一个 this.say abc 行不行 不行的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 private 它是个私有的 对吧 所以它只能在这个类内用 那在它的子类里面 已经超出了 它的类的外部了 所以你再去用这个say abc 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它可以调sayhi 因为sayhi 是上一个类的 public属性 所以在类的外部 也算它的外部 里面也可以去用这个sayhi 这样去记忆呢 其实非常的方便 OK 上面相关的代码 我先给大家留一下啊 那这块 为了让它不报错 我们看一下 person的name 现在没法直接用 所以我把name 改成public 让它不报错 行 我把上面的东西 注视点 再给大家去讲讲 constructor这块的内容 OK 我翻下来了 首先我依然定一个 classperson 然后里面我定一个 这个时候我定一个 private name 冒号 string 我呢定了一个名字叫做name的string 但是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它的值是什么 我想在创建实力的时候 给name付一个值 那我会怎么写呢 我会写const 小person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说person啊 在被实力化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叫做constructor 这个方法会被自动的执行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constructor什么时候执行呢 是你去 new一个实力 这一瞬间 constructor会去执行 那比如这里我传了一个叫做del 所以constructor这一块就可以接收一个叫做name 我号string 好 这里我这么去写 this.name等于name 好 这个name是外部你传递过来的这个del的参数 而this.name指的是你这个内里面对应的name属性 所以你让你这个属性等于web传过来的del OK 这个时候呢 或者我先把它改成 tablick console.lob person.name 保存 清一下屏 我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它会打印出del 没问题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 当我去初始化一个lay的时候 我想给lay里面那些属性复制的时候 比较传统的写法呢 是我先定义一个name属性 然后在构造器里面给它去复制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其实是有的 我可以把这句话干掉 这句话也干掉 比如说把这句话变成什么 变成public name 冒号string 就可以了 大家看我删了两句话 同时把name前面加了一个public name 然后保存下代码重新运行了 依然可以输出del 也就是在type script里面 你呢 如果直接在构造器里面 去接受一个name这样的参数 在这个参数前面加一个public 它的意思就等价于这两句话 首先你定义了一个name这样的public属性 然后呢 在构造器里给它去复制 OK 所以这是一种简化的语法 大家要记住 所以后面我们倾向于用这种语法 去写用type script的代码 所以这块呢 我把它注视一下 这是传统写法 我们再来写一个 新的叫做简化写法 简化写法怎么写呢 constructor OK 这里面我们直接接一个 就是内容啊 都可以简化 直接写 一行就行了 public name stream 即可 相对于下面这四行 现在一行代码就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这是constructor 它的一个基础介绍 以及如何通过constructor 对类的一些属性 直接进行出手化 复制 这样的一块知识点 好 我们再去给大家讲解一些constructor相关的内容 我这块定义了一个person对吧 我呢 先把这块代码注视掉了 往下 继续讲 后面这段代码 大家回去可以拿过去仔细再看啊 我重新定义一个person class classperson constructor spublic name 号stream OK 这样的话就代表了上面几句话 对吧 我写了一个写法 接着呢 我继续去定一个teacher extends person 让teacher继承 person 那teacher能不能继承到这个name呢 实际上是能的 给大家想一下 这句话等价于上面的这三句话 在person类里面 其实现在有一个name的属性 而teacher继承person 所以teacher里面理论上也可以直接啊 比如说我写一个 say hi 这个时候你掉this点 你看它会有提示 你掉this点name是没问题的 它能继承到负类的这个name属性 我们不这么取用啊 这样constructor 子类呢 它也有构造器 构造器呢 我会倾向于让它干什么呀 你会发现它爆红 对不对 好 我呢 比如说这有个name teacher呢 一般还有一个叫age吧 它会接受一个number类型的age 但是我在这啊 去实力化一个teacher const 小teacher 你有一个大的teacher 我穿了一个28 进来 你发现这块我再加一个public 也就是子类里面 我除了继承负类的name之外 我自己还定义了一个叫做age这样的一个public属性 然后我创建子类的时候 也传了这个28 诶 它怎么就报错呢 假设我把extends person给它去掉 诶 这就不报错 比如说teacher类 接受一个28这样的age属性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主要继承了这个报错 怎么一回事啊 如果负类有构造器 子类呢 也要生命构造器的时候 这个时候子类里面一定要自己手动的调一下 负类的构造器 那大家经常会写react的代码也好 其他的一些js的代码 或者其他语言的代码也好 里面会有一个super关键字 之前我说super呢 可以点什么 对吧 super点name 对吧 它这个时候super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负类 但是如果super口号指的是 我现在实际上在调负类的构造函数 那我可以调负类的构造函数 我调了 但是还报错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在子类里面 你要调负类的构造函数的同时 还要按照负类构造函数的要求 把参数传过去 就这块呢 我可以传一个掉进去 它就不会报错了 那写完代码 我们再捋一下 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 首先我创建一个teacher的子类 那teacher的子类 接收到这个age的属性 所以teacher这个实例里面 它会先具备age这个属性 等于多少呀 等于28对不对 好 接着呢 掉到super 把deal传递给了谁呀 传给person的constructor 那person里面 这个name接收到deal 所以person里面的name 是不是就等于deal了 所以就相当于这样了 这个name 它现在等于deal 所以当你掉这句话的时候 实际上deal传递到这里 那负类就相当于 多了一个name等于deal 这样的属性 而子类恰好又继承负类 所以子类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name属性 它的值就是deal 大家可以试一下 console.log一下 teacher.h console.log一下 teacher.name 好 保存 我们运行代码 它的值就是28del 这就是负子继承的时候 如果你在子类里面去写了constructor 那么你必须的掉于下super 即便上面我没有这个负类的构造器 我负类构造器没有 那子类呢 也需要你掉一个空的super 不然的话也会报错 我先把下面这个teacher.name 给注释掉 因为上面没有这个name了 所以下面你打印它 肯定是报错了 现在假设person就是一个空的类 teacher继承了person这个空类 teacher呢 要写一个constructor 去得到一个age这样的public属性 OK 我现在newteacher传了一个28 28传给age 但假设 那你负类继承子类 这个情况下你不掉用super 其实也是不行的 你看它也报错 所以你必须也掉一个空的super 好 那差不多这就是这节课 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所有内容 我们回过头再来复习一下 首先我们讲了private protected和public 三个类中的属性和方法的访问类型 如果你不写默认是一个public 如果你写了的话 就会按你写的去对这个类 或者属性的访问类型进行变更 如果一个属性或者一个方法 它的访问类型是public 意味着这个属性或者方法 在类内这里 或者在类外 也就是这里或者这里 这个类的外部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private 只能够在类的内部使用 而如果你是protected 除了在这个类内部使用之外 还可以在它的类类里面的内部进行使用 这是三个访问类型对应的知识点 接着我又给大家讲解了constructor这块的内容 constructor分为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constructor一种简写的语法 传统的语法你需要定一个属性 然后在构造器里面去对这个属性性复制 但是简写的语法是 在构造器里面参数的前面加一个public 它直接等价于上面的四行代码 这一点要注意 同时也讲了一个非常基础的内容 也就是当你去实例画一个类的时候 创建一个person实例的时候 它的构造器在这个创建的时刻 会自动的被执行 而你传递给这个类的属性 实际上会被构造器接收到 最后一个知识点 我们就给大家讲了super这个关键词 那一个类被另一个类继承的时候 如果子类要有一个构造器的话 那么它必须要调用负类的super这个关键词 去再把负类的构造器也调用一下 而且调用负类构造器的时候 还要按负类构造器要求的参数 把参数传过去 所以之前我们这里传的是del 然后打印age和name就可以了 那我想大家学过这节课 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比如说我就有这样一个疑问 那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类里的方法和属性 设置这种访问类型呢 我们学习它 加了一个private 加了一个protected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那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放在下节课来给大家讲解 这节课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订阅